原医治疗师张博然利用植物或原医活动来帮助个案改善心理障碍 藉由照顾植物或设计植物相关活动来帮助个案面临生命的瓶颈 那进行的过程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刺激学员的物感 就是用植物去刺激他们的物感 就是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味觉啊这些物感 那来借由植物刺激物感来达到他们身心灵的平衡 我们都算是一个辅助治疗 那希望的就是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在正统的医疗之外 有一个这样的辅助治疗 那对他们的身体跟他们就是可以恢复的状况是更好的 原医治疗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单一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他可能会需要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有包含了很多方面就是原医治疗师本身的团队 还有就是你服务单位那个单位里面的或机构里面 跟你接触的工作人员 那当然就是还有我们服务的对象 然后常常一个比较好的原医治疗计划的话 是要这三方都要配合的很好 原医治疗师方面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会遇到人力不足 或者是刚建立起来的团队默契不够 那服务机构方面的话当然也会遇到的困难是 有时候你服务单位的人员并不是很了解原医治疗是什么 他就常常会把原医跟农作跟原医治疗划上等好 原医治疗有很多所谓要设立的目标 可能互动就是一个目标 然后你要亲自去观察它的反应 你才可以去想说下一步怎么样去操作 这是一个我喜欢的工作 我也觉得值得去推广的事情 谢谢大家